细数着每个经历碎片 甜甜的感觉开始蔓延 拼命是1,2,3 是心动的感觉 4,5,6 是心跳的感觉 7,2,10 世界路在倾斜 根据天文学家观测 五千年一遇的FS903号彗星 即将路过地球 产生的磁场将引发地球奇观 中文字幕志愿者 爸爸的电脑怎么会在这 终于找到了 眼前的这对狗男女 就是我的未婚夫和我的好闺蜜 夏小姐 您看一下 这两个颜色 我觉得跟您的肤色和礼服 都非常适合 那你说是白色还是粉色好了 稍等我一下 喂 小雨 爸 你要开除天泽吗 为什么呀 细细 这件事有点复杂 爸爸过来就在告诉你号码 不是 为什么嘛 我们都已经要订婚了 你现在这样做 你会让天泽很难堪的 难堪 他当初卖假化妆品的时候 我怎么没想到难堪 爸 你肯定是搞错了 搞错 证据就在这里 怎么会搞错 好吧 好吧 今天就这样 我还要赶时间 爸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微 都什么时候了 你能不能正经一点 你现在还不赶紧去求项目系 我干嘛求她 我们卖假货的事情都已经被发现了 我们卖假货的事情都已经被发现了 我们会不会坐牢啊 不是 你怕什么 我知道天泽是这么容易被打倒的吗 好了 我会把病随用的事情 你什么意思 我看他们的脸色看太久 不想再看你 天泽是 背叛我了吗 她和小语怎么会 您好 请问您是夏美希小姐吗 我是王警官 您父亲 发生了一场交通事故当场身亡 请问您方便来认了一下遗体吗 喂 喂 喂 夏小姐你还在听吗 喂 我不相信这一切都是巧合 我一定要把他们做的龌龊事都公之于众 我突然想起来我约了朋友 我突然想起来我约了朋友 我们改天 乖 是个很重要的客户 我带你认识一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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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让开我 好好看看你爸的生意结果 对啊 他以后可是要姓赵了 赵天泽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得去问你爸呀 如果不是他把我逼得走投无路 我也不至于 是 对你们赶尽杀绝 是 你们设计陷害了我爸 是 又怎么样 你们会有报应的 可惜 这个人不是这个我 是你 我有一些本主编和遗书 明天所有人都会知道 夏家大小姐 帮夏总裁卖化妆品 假的 然后 我也最自杀 我 会成为批刀的新总裁 我 啊 嗯 机器 你怎么了 哪里痛啊 爸 我还以为 我还以为你不在了 好了 好了 我在呢 没事 没事 我是做了个梦吗 如果是梦的话 这也太真实了 爸 我是怎么进医院的呀 傻孩子 你忘了 你之前和赵天泽去爬山 才摔断了腿 爬山 来 细细 你先好好休息 我回趟公司 晚上我再来看你 天泽 你来了 咚咚咚 谢谢 今年日快乐 虽然有些许油腻 但是我喜欢 这不是我在梦里 就见过的场景吗 谢谢 今年日快乐 难道梦里发生的都是真的 喂 妈 我们啥时候去看老爸呀 你这票定了吗 已经定了 等你考完试就过去 行 我知道了 2010年 全球少数实现正增长的市场 接下来插播一条紧急新闻 BW彩妆集团科研部主任 陆某 今是从高楼坠下 据消息称 陆某因贪污受贿 及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被解雇 我爸 你无法承受巨大压力 选择轻生 喂 喂 师兄 山木熙在招助理 我已经把招聘信息都发你邮箱了 帮我伪造一份简历 师兄 你一个堂堂计算机器的高材生做小助理 会不会太委屈你了 要不要我过去帮你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 你好好上你的学吧 不然我可就不让你帮我了 好了啦 我知道了 好了啦 好好看 我玩的 陆霄 助理经历挺丰富啊 有什么特长 行 回去等通知吧 怎么不行了呀 桑子的时间卡得刚刚好 刚刚才好好的呀 那个 要不我帮你看看 搞定了 你会破解密码吗 你要是录用我的吧 我什么都会 那你嘴严吗 严 违法合约需要赔偿一百万 有问题吗 没有 没有 答案 恭喜你 被录取了 天秀 西西 这位是 你们来了 西西 在看什么呀 我在看人事部递过来的资料 你就别费心了 人我都已经帮你找好了 真的 我就知道你最好啊 这次我不会再让你得逞了 他是我远房亲戚的侄子 过来当我的实习助理 又是亲戚 西西 要是你心软不好意思拒绝的话 我可以帮你说呀 这可不容易总让人欺负你啊 是啊 西西 助理的事我都已经帮你安排好了 不用了 我的人我自己安排 这个项目协议今天是怎么了 吃错药了 好了 别生气了 给他赶走不就行了吗 帮我查个人 总经理 这是给您的文件 他到底是夏木新的什么亲戚 等一下 等一下 总经理好 你跟夏木新是什么亲戚关系啊 哦 我的婶婶是夏总小时候认的干妈 我还以为是什么皇亲国戚呢 别像你 自己把你走 这不是你有自己带的地方 你拿了这么多文件 要去哪儿啊 哦 副总经理说 让我把这些文件都带过去 夏木新从来不关心工作 怎么会突然看见公司文件呢 他有说为什么要看吗 没有 罗太 你要的文件准备好了 放那儿吧 原来他们那么早就开始干这些勾当了 对了 老大 我刚才碰到赵总经理了 你没穿帮吧 没有 我都按你教我的说的 那就好 他还有问其他的吗 也没问什么了 如果他们还有在问什么 一定要告诉我 对了 陆笑 收拾一下东西 我要出院 好 西西 你终于出院了 方姨 我爸呢 夏总出差了 要晚点回来 西西 你饿了吧 我给你做好吃的去 谢谢方姨 放楼上吧 后面 我来 老大 我想借些洗手间 我知道了 这应该是夏建华的书房 七七 我准备一些水果 先放这儿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明天凌宇的升职公告就出来了 喂 徐部长 我需要麻烦你处理一件事 不用经理开会了 让开 数据方面我们都已经确认过了 这样晚点给你回电话 谢谢 小姐 是你要取消林宇的升职吗 是我说的 有什么问题吗 之前你都已经同意了 你现在出了烦了 对公司的影响多不好啊 上一个季度报告里 蓝风铃系列的市场营销费用比例都搞错了 而且本土线上销量和实际利润数据也不对 如果我提拔了他 那不就成为我的问题了吗 出了问题就先私底下商量吧 你跟林宇不认为是好朋友吗 我的好朋友都没来找我了 你激动什么 我这不是以为人事出问题了吗 既然出了问题 你却不应该马上提吧 还有什么问题吗 谢谢 你刚出院 怎么不在家里好好休息休息啊 我的男朋友都这么努力了 那我不得更加努力努力 行 那也别忙太晚啊 晚上一起吃饭 好 我得尽快找到证据 我得尽快找到证据 亲手把他们赶出公司 肖木熙怎么说 升职的事情 晚点再说吧 他该不会已经发现了什么吧 不至于 以他的智商能发现什么 但是那个陆啸有点问题 自从他来了以后 夏木熙整个人好像都变了 那怎么办 夏木熙已经知道了赵天泽出轨的事情了 据我所知 是这样的 他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无知 他可能知道的事情比我们知道还多 所以你那边要是有什么发现 及时告诉我 没问题 这杯我喝可以吧 林经理 那 我先去忙了 我先去忙了 别着急嘛 希希也真是的 今天都周六了 也不让人休息休息 对了 我肩膀好酸 你帮我按一下 完了 中计了 我肩膀好 对不起 对不起 总经理 对不起 总经理 我肩膀好 怎么回事 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 我手机能不能注意点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总经理 要不然您先关机吧 你在叫我做事吗 我给您叫个上门维修 打电话给楼下的维修店 让他们现在马上立刻 拍个人上来 好的 喂 帮我找个人 维修是不是 是 那个 我们的那个手机啊 自己已经修好了 麻烦您跑一趟了 早说嘛 大天使用来跑跑去 实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怎么最近的照片都不见了 这我就不清楚了 我只是帮你清条水质 主板那边我都没动过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给威复 这我就没办法了 跟我走 跟我走 把赵天泽电脑里所有文件资料备份给我 什么 让你一看什么就看什么 快去 你干嘛 嘘 看什么看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你没关系 我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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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心跳的感觉 思问突然 世界都在倾斜 我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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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那些文件还是在他家里 谢谢 这是送给你的 谢谢 嫁给我吧 这不是下个月才会发生的事吗 怎么提早了这么多 也行 希希 正好可以带陆萧去 希希 这么多 不喜欢啊 怎么会 我很喜欢 那你今天晚上穿着这套衣服 来我家吃饭 我还邀请了你几个大缺同学 今晚见 好 好 你 我家里面有什么事 我们吃这套衣服 只是吃饭 我们吃了 谁看脑袋 那店银子 我家里面有机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大家好啊 你好 好久不见 这位是 这位是我的小助理 他呀一直想找机会给赵总经理道歉 总经理 上次的时间都过于我 算了 都过去了 好 那我们吃饭吧 去外面 来 走 吃饭去外面 你们先去 我们等会忙完就来 小宇呢 她出差了呀 什么时候 就刚才啊 南非的项目出了点问题 她是我的好闺蜜 我当然给她这个机会啊 走 吃饭 走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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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多吃点啊 我去上个洗手间 杨凯 一定要在九点之前完成任务 好 我去个洗手间 杨凯 来 我陪你去 不用 她都多大个人了 自己去就可以了 干嘛 干嘛 就想吃啊 对啊 坐坐坐 还需要人陪这是 自己去吧 这是我爸特地带回来的酒 特别地好喝 我们这么久不见 一定要好好喝一杯啊 来 是啊 必须再喝啊 这个香好吃 多吃点大家 干杯 干杯 最近小翁怎么样 最近在拍一部网大 嗯 我就等着咱们赵总收点钱 那这不得看一下夏总嘛 是 所以今天就来了嘛 嗯 夏总投资就可以了 那不得跟夏总喝一个 夏总我今天一杯 来 来 来 那个虾可以 你多吃点 好 吃 别愣着呀 谢谢 嗯 咱们还是少喝点吧 嗯 怎么了 你不喜欢啊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 我下次就不让我爸费心了 不是啊 我当然喜欢 我就想收藏着下次喝 嗯 今晚就再喝一点 就一点 就一点 哎呀 好了 你俩就别再吃闻了爱了啊 可是你们听说雅馨的事了吗 嗯 最近她因为老公出轨啊 正在闹离婚呢 要我说啊 这雅馨就太强势了 你说一个女人吧 在家里面好好照顾老公不就得了吗 一个女人如果锁不住男人的胃 怎么锁住她的心呢 是不是 那可不 你要不干脆娶个大厨算了吧 还觉得那些优秀女人 会喜欢你 我爸最近在法国新开了个农场 大家有空 记得一定要来玩啊 一定 下次一定 睦睦 我看你最近变得好漂亮 头发哪弄的 哪有啊 你最近才是瘦这么多 都是靠运动啊 你们先吃 明天处理夫人邮件 哎 等等 晚一点吧 睦睦 你刚才说哪里啊 是意大利吗 天泽 我们也一起去好不好 好 好 什么都听你的 我马上就回来 天泽 那你别去书房工作太久啊 别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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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萧 是你吗 远泽 大家都在等你吃甜品啊 很快了 你先出去 又在忙工作 那我就在这儿等你 你呀 怎么今天这么粘人啊 一起出去吧 嗯 走吧 西西 吃点水果吧 哦 谢谢方怡 帮我放大就好 赵天泽果然有问题 不过夏文西是怎么知道的 老大 你看 这个是你要找的文件吧 你搜一下这间公司 怎么样 找到了吗 公司知之怎么样 算是 还没找到 那你位置发我一下 好 喂 王叔 我要请你帮我个忙 好 果然是陆萧的项目系在搞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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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妈妈 我到底在干什么 我得去夏建华的书房看看 我爸 我爸 爸 谢我一生心 赴你千含泪 难道他做了什么 对不起我爸的事情 另一个人又是谁 爸 一直以来 我们都被赵天子给骗了 他以公司的名义 做假的化妆品 然后再卖出去 这些就是证据 这些你是在什么地方找到的 我在他家找到的 我也让网叔确认过了 我知道了 我马上让几位董事 回公司开会 另外这件事情注意保密 毕竟会影响到公司的形象 还有 今天你就先不要回公司了 我会pal 赵天子在公司吧 在 怎么了 盯紧他 你放心吧 我爸 今天就应该跟我爸去公司的 好 那夏木戏呢 行 赶紧行动吧 您好 您播教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这是哪里 哎呀 这小牛长得真别致 哎呀 我好好看看 你们是谁呀 放开我 是不是你的了 来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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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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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事吧 王叔 希希 你怎么不接电话 夏总出事了 希希 你终于来了 我爸怎么样了 夏总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目前还处于昏迷状态 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现在也不好说 医生说有成为植物人的可能 王叔 不管用什么方法 不管花多少钱 一定要找到最好的医生 放心吧 希希 我会照顾好夏总 爸 我会照顾好 赵天哲 希希 希希 你要去哪里啊 你千万不要冲动啊 王叔 你放开我 希希 这件事 说不定只是个意外 可不能因为赵天哲 做违法的事 夏总现在都这样子了 你可不能再出意外了 我爸走的时候 我爸走的时候 拿了任性文件呢 我也不知道 算了 我会去拿备份 我和你一起去吧 王叔 你留在这里照顾我爸 多安排一些人生 一定要保证我爸的安全 希希 你放心吧 王叔 我会保护王老大 老大 等等我 我会保护王老大 门怎么是开的 方怡 方怡 我会保护王老大 证据都不见了 一定是赵天泽干的 请放心 所有的证据我已经处理掉 不会有任何问题 夏建华现在变成了植物人 我们还要除掉他吗 那就让他躺着吧 你现在最重要的 是拿到公司的大权 那项目鞋呢 你自己看着办吧 好的 小舅 我需要你 小心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 出去吧 老大 我总觉得吧 你们家有赵廷泽的眼线 住在这儿 会不会不太安全 难道是方怡 你回家收拾一下东西 我们一起住吧 一起住 先到酒店暂时住一段时间 不行 我身份证上的信息是假的 你身为我的小助理 当然要保护一下我 可是你看 孤男寡女的一起住小天 是不是不太合适 我只是让你保护我 不要听到酒店两个字 就自动脑补后面的剧情好不好 酒 酒店它 人都演杂 这万一要是有人 它冒充工作人员 接近 那太危险了 也是 老大 我知道一个地方 你家到底行不行啊 放心吧 老大 我都收拾好了 老大 老大 你先坐一会儿 你先坐下 你先坐下 她怎么也有这条项链 爸 行了 我走了 期末好好考 别光顾着玩了 我知道了 对了 爸 你干吗 这是爸的幸运符 保佑你期末不挂科 不要 爸没说送给你 这是暂时献你带的 好 加油儿子 好了 爸走了啊 爸 那你路上小心啊 好 你流淌了你 快 这也过 你 你误会了 别态 我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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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成为提到这个新总裁 现在夏建华变成这个样子 还有谁知道当年的真相呢 看来 得快点找到照片上那个人了 我看到你睁眼了 我看到你睁眼了 老大 你 你也没睡啊 我睡不着 老大 你别想那么多 你别想到我 你别想到我 如果有一个人 伤害了你最亲近的人 你明明知道他是谁 但是没有证据 你会怎么做 我应该会 会不再杀了他们吧 但是我不会这么做 我会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我会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然后慢慢抓住他的弱点 把我受到的痛苦 是非的 还给你 没想到 你还会说出这样的话 对了老大 你的这个项链挺特别的 这个项链 是我爸和他的朋友一起设计的 但那个朋友 去世了 去世的朋友 嗯 陆伯伯是我爸最好的朋友 他去世之后 我爸一直不让任何人 动他工会上的东西 后来公司搬迁之后 我爸也一直保留着 原本他们一起创业的那间办公室 每年忌日的时候啊 他都会去那儿 待上一整天 夏建华可能跟我爸的死没有关系 那那位陆伯伯 是怎么去世的 听说是心理压力太大 历史想不开了 我还听我爸说 公司在创业的时候 特别艰辛 有好几次都差领破产 不可能 我爸那么乐观见任的一个人 怎么会想不开呢 来 想什么呢 没事的 老大 你一定要坚强起来 你还有我呢 我会保护你的 是 那没想到 你这个小绵羊打架起来 和两下走 那当然了 我可是有腹肌的 腹肌 不行你看看 看看就看看 哪儿起来 我开玩笑的 我开玩笑的 怎么是不是画的 开玩笑的 耍流氓啊 耍流氓啊 喂 师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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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干嘛 刘凡 你 你看 手机给我 刚刚那个是他女朋友吗 那我岂不是 师兄 刚刚那个女生是谁啊 是夏木熙 师兄 夏建华的车祸 不会是你干的吧 是赵天泽干的 而且我现在觉得吧 夏建华可能不是杀害我爸的凶手 对了 上一次让你查到那个照片的事情 查得怎么样 照片上被撕掉的那个人是李明 他的基本信息我已经发你邮箱了 他的住所是没那么好近 但是他每个月都会去看心理医生 你女朋友没有误会吧 没有 我哪有什么女朋友啊 那是我表妹 去过去啊 你花了那么大功夫找个董事会 难道就为了把他调到子公司吗 干脆啊把他直接辞退了 那不更好吗 傻瓜 这样做太明显 蓝迪这个项目的销售一直都是倒数第一 和夏建华这个老东西 早就想把他砍掉 等下个季度的报告一出来 所有人就会知道夏末系的能力不足 和在这个时候 我们再把整个子公司一并抄掉 那不就名正言顺了吗 那生产店那边 先暂停吧 你们凭什么把我丢到子公司去 西西 这也是董事会的意思 你也趁机休息休息 顺便照个一下咱爸 那他怎么会在这儿 这也是董事会的意思 公司是出于发展需要吗 这公司的需要还是你的生理需要 西西 别叫我西西 听得都觉得恶心 你们不就早就搞在一起了吗 西西 你 我知道你受到了很大的委屈 但你也不能随便诬陷我们啊 赵先生 你们会有报应的 哎 哎 谢谢 谢谢 上班时间怎么这么少的人 夏总您好 我是你的秘书雪莉 这些人都去哪儿了 他们都休假去了 这么多人休假 你把所有员工资料整理给我 没问题 这些人也真是太看伞了 老大 我今天能请个假吗 嗯 去吧 如果按照梦静的指示 兰迪很快就要被解散了 我必须阻止这件事情 绝对不能被赵天泽赶出BW 听说我们以后三妈又要开始打卡了 哼 公司都要倒闭了 打什么卡呀 不是说这夏莫熙 已经被扫地出门了吗 这事儿 我好像也有听说 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反正 我已经找好夏丹家了 是吗 要去哪间公司啊 夏总 夏总 你下周要去美好彩妆公司上班了对吧 上周我才和他们总经理一起吃了个饭 要不 我再多帮你美言几句 夏总 不是你想的那样 王兴 整理好餐展会最终方案给我 夏总 餐展会被取消了 什么 我 这一天 我刚才给你们看 我现在和我非常想的 在那边 怎么办 能给你们看 那些不散开 是吗 是 那一天 那些不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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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散开 难道我爸的事故和他有关 林主任您就放心吧 把这事情交给我 有高主任帮忙 我当然放心了 你也知道 总共是这边很在乎产品的大众形象 那当然那当然 以后还希望林主任多多关照啊 进来 高主任 我是兰迪的新总裁夏沐熙 老大 我回来了 老大 老大 人呐 这都九点钟了 这夏沐熙还没回来 这是哪儿啊 他该不会又出什么事了吧 我这次来是想和您商量一下参展会的事情 我想知道 为什么我们的名额被取消了呢 夏总 您应该知道 参展会都是有竞争的吧 现在竞争激烈 展会名额有限 我们只能推掉 销量尾部的产品 抱歉 高主任 高主任有什么条件 就直说吧 这条件嘛 倒是不难 如果夏总 能陪我一晚 蓝迪这件事就是小问题 怎么样 手拿开 你告诉你 你一个两个都到这儿杀了是吧 你告诉你 你今天钥匙不好 你放开我 我就扎我去 我就扎我去 快点 快点拦住他 就拦住他 如果夏总 能陪我一晚 蓝迪这件事就是小问题 怎么样 刘副总 这是误会 我 我真不是这意思 你先出去吧 我 夏总 我代表公司先您道歉 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这件事 并且 恢复蓝迪的参展名额 谢谢刘副总 不过夏总 我就直说了 蓝迪系列近年来的产品 一直没有更新迭代 不管是外观 还是使用效果上 都不能刺激购买鱼 即使本次参展 也不会带给你们更理想的销量 我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这是我们新的策划案 麻烦刘副总看一下 我们打算和奶茶店跨界合作 生产奶茶味的彩妆 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刚才我就不应该放过那个高主任 这太拼一塌了 不过 你是怎么知道我在那的啊 我 我 我问秘书员 没想到 你这个小助理还挺关心的 该不是喜欢我吧 我是怕你回来太晚 影响我休息 这么认真干嘛 不会是 真喜欢我吧 老大 老大 我 我 我看网上说过度自认 可是一种精神疾病 那网上有没有说 得罪老板是什么下场 错了 谢谢 走 我们去庆祝一下 你 请客 我请客 你不是老板吗 你不是知错了吗 别收头发了 别收头发了 你干嘛呀 我好热 那你也不能在这儿你 不妥呀 给你扇上 还热吗 不热 在暖山的那边 海的那边 又一圈蓝金铃 别唱了 这都凌晨一点了 那 那你唱给我听 不唱 你唱给我听 你 你要干嘛 放肆 放肆 看看 赶紧就行吧 你要给你放肠 我 我 放肠 一闪一闪 一闪一闪 凉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挂在夜空放光明 一闪一闪 凉晶晶 凉晶晶 再唱一次 我都唱了十一遍了 我就要听 好了 听话 快睡吧 别闹 我阿阳 阿阳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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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打算 我怀疑 她说我来 你不许我 别怕去 我不许我 我这个 完了 这个不是我吗 老大 是早餐了 你今天放假 不用来公司了 请进 小总 这是参长会的活动海报 请您过目 小总 是不是我们做得不够好 我马上叫你再改一版 不用不用不用 没事 我再看看 他肯定早就喜欢上我了呀 怎么办啊 又不能直接拒绝他 他 这样上人家的心不好吧 有项链呢 去哪儿了呀 你哪儿了呀 老大 你回来了 陆霄 我们谈谈吧 老大 其实我 不用说了 我都明白你的心意 像你这样的年纪 碰到了年轻 漂亮 有才华 又有家庭背景的女孩子 心动也是很正常的 爱情又有什么错呢 你放心 我不会因为这件事情 辞退你的 老大 可是昨天晚上好像是你先主 不 这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但是 我不能接受你的心意啊 昨天晚上的事情 就当没发生过吧 怎么回事 我被拒绝了 可是我 我也没有表白哪 你不是已经叫人取消他们的参展资格了吗 是啊 怎么了 这是参展名单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温主任 不必了 喂 你好 喂 你好 哎 你听说了每次是参展会的分享还不错哦 夏总可猛了 听说昨晚还把高志润揍了一顿呢 我有预感呢 公司倒不了喽 没准还能多山再起呢 哎 等一下 你们看这个 夏总 这是新十里彩妆直播会场的签缘合同 还有主播爱琪签的独家合同 夏总 爱琪还是个新人 我们要不要牵几个火一点的主播呀 就像星星那样的 不用了 他们马上就会大火的 夏总 总公司那边过来几月领导 需要马上见你 哦 好 知道了 我马上过去 兰迪今天发生的事情 你必须得给我一个解释 这些都是恶意报道 我们的成分表绝对没有问题 法务部已经在处理了 因为今天的事情 BW的股价已经大跌了一大劫了 大家不要激动 我相信我们旗下的子公司 不会做出这种事情 我也已经派质检部门调查了 既然夏总已经在处理 我们也给他一点时间 兰迪撤出这次参展会吧 最近取消一切宣传活动 凭什么 我们总得给消费者 一个谦虚自查的态度吧 就是 总不能让他牵扯到 BW的其他化妆品吧 抱歉 我不能接受你们的提议 现在参展会的宣传工作 已经有了不错的反响 我们也获取了 新势力彩妆直播活动的名额 这明明是个内部活动 夏木齐怎么知道的 这个季度 蓝迪绝对可以增加至少百分之三百的销量 夏总这么自信啊 那如果做不到的话 我辞职 我会给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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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那你在董事会面前扮演什么 狗吗 肖木心 你说话最好小心一点 赵天泽我告诉你 无论你做什么 你都摆脱不了 以前那个穷酸又自卑的样子 你 我说错了吗 我寒色 那你有多高贵 你又是怎么知道这场直播活的 砸钱来就赔睡了 你除了出卖金钱和身体之外 没有别的方法做生意了吗 也是 这就是我 和你的局面 你们都给我等着 老大 你没事吧 没事 你先出去吧 别再看他们的数据 蓝迪不是我们的对手 可我听说这次蓝迪的芯品还挺受花音的 有好多时间都在抢购呢 今天他们能不能上场 都还不一调呢 爱琪 你准备好了吗 亲爱的 你终于来了 都准备好了 都准备好了 那个叫Vicky的 十分钟那你能不能赶过来 蓝迪 能准备一下 十分钟之后就到你们了 好 好 好 这个小伙子长得不错 皮肤也很好 他可以 我 我不想 你可以的 大家去准备一下 快去 接下来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只口红 我个人呢 是非常追求品质感的 没有任何的廉价感 涂上去之后呢 整个都散发着恋爱的感觉 而且那剧情色 Oh my god 这也太好看了吧 所有的女生都给我买它 OK 别急 等一下这些产品呢 都会在妆容上面展示的 我们化妆的第一个步骤呢 最重要是涂隔离乳 为什么呢 等一下 你们就知道了 他们现在的数据怎么这么高啊 要不我们给主播们三点钱 让他们改一下数据 他们要是收钱 我早就给了 OK啦 我们最主要来看一下上妆效果 这色眼太帅了吧 这色眼太帅了吧 怎么啦 我看到直播了 是说你真帅 你就别贫了 说正事 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嘛 我先挂了 李先生 那关于夏木西的事情 小子 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你太冲动了 这样是成不了大事的 李先生 不许要知道了 原来赵天泽也不过是李明的一棵棋子 难道夏建华的车祸是他指使的 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李明的住宿不那么好近 看来今晚是个机会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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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行 李鸣要收购BW 李先生 有人闯进了你的书房 调头回家 是 这又是哪里 这是我爸的手表 怎么会在这里 我爸的死 一定跟李鸣有关 怎么样 李先生 我检查过了 没有一式东西 但是赵天泽和BW的文件 都被翻出来 会不会是赵天泽干的 先把那个人找出来吧 是 还有 收购计划也要提前 是 赵总 这是蓝迪公司的季度报告 目前蓝迪销量位于公司内部第三 销售额增加了百分之五百 你看消心了没 不是说好的证据都被销毁了吗 怎么还会出现这样的消息啊 怎么还会出现这样的消息啊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 怎么样 你先生的电话接不通吗 走吧 果然还是老天有眼啊 不过 不过这条消息到底是谁爆出来的 这一系列的事情都是李明伯伯策划的 为什么发邮件的人是谁 他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夏总 投资界的李明先生 大量买入BW的股票 那是赵总和林经理 刚刚被调查顾问的人带走了 李先生 收购已经完成了 您现在是BW公司最大的股东了 那个人找到了吗 您看一下 陆天奇 陆志伟的儿子 是 看来 斩草得出根呢 把他和夏沐昕一起除掉 是 老大呢 西西说要来 但是没来呀 陆天奇 给你十五分钟 一个人了 别耍花样 陆天奇 给你十五分钟 怎么样了 变生气 我已经试了很多遍了 绝对没问题 该是吧 喂 现在马上放了夏沐昕 李先生 可是你之前不是说 要除掉他们吗 为什么 我做决定还需要告诉你为什么吗 我要你现在立刻马上放走夏沐昕 李先生 您感冒好点吗 好多了 你不是李先生 你是谁 老大 你没事吧 没事 走 这是哪儿啊 这是我爸他们当年创业室的办公室 这里 安全吗 这里已经好几年没有人来过了 只有我爸偶尔会来看一下 我自己来吧 我自己来吧 别动 你都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陆天奇 我一开始接近你 我一开始接近你 确实只有我的目的 因为我一直想调查我爸的死因 他那么乐观的一个人 他怎么可能抑郁心声 从高楼上跳下去 我觉得不现实 你是陆伯伯的儿子 对 你是会来查询真相 你怀疑你爸的死 跟我爸有关 我怀疑过 那你找到真相了吗 李明是伤害我爸的凶手 但是我现在没有直接证据 你知道十年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你爸有跟你说什么吗 这件事情 我爸从来就都没有跟我说过 废物 这么一点小事都做不好 他们现在在哪里 还没找到 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一定要把他们给我招出来 来 睡 对不起啊 我骗了你 算了 反正这也不是你的错 而且 我也没有生气 你真不生气啊 不是 现在这个是重点吗 重点是 我这么相信你 但你接近我竟然只是为了利用我 我还想说 我找到了一个这么好的小助理 贴心善良 又对我好 也还挺可爱的 我就是没有想到你这么多才多演露天旗 你要不干脆转上去当演员算了 你刚才不是说不生气吗 我没有生气 张芹芹 张芹芹 你喜欢吗 这 谁喜欢你啊 那我喜欢你 这位就是陆伯母吧 他现在还好吗 我爸的事情之后 我妈的身体就一直不是太好 今天钱已经过失了 对不起啊 没什么 我妈走得很平和 她一直都希望 我不要插手这个事情 但是我做不到 你放心 一定会找到真相的 喂 王叔 茜茜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爸怎么样了 夏总这边一切多好 那 那 那你现在在哪里啊 我在我爸以前的办公室 王叔 你不用担心我 一定照顾好我爸 找到我爸 来 陆乔 你要去哪儿 我要让李明血债血偿 你先冷静一下 我们已经有了视频的证据 一定可以将李明神之与法的 把视频交出来 我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 不在 世界路在倾斜 明明是你把陆书推下了天台 为什么要掩盖真相 是想让陆书当替罪羊 在DW上我们花了那么多的心血 难道你让我看着公司就这样倒下吗 而且 夏建华也是同意的 不可能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永恒的朋友 只有永恒的利益 把视频交出来 我权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 我凭什么把证据给你 你知不知道有一句话叫 诗食食物肉绒为俊杰 你爸当年就是不懂的这个道理 你们现在 还有其他选择吗 你也要选择吗 有什么意思 我可以给你 但是你必须要放我们走 你必须要放我们走 好 我答应你 你们要干嘛 你们要干什么 好的 李先生 他们在开直播 大董 李先生 夏总 您的茶 放那儿吧 夏总 吃水果吗 我还不饿 陆天启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们不是都说好了要去旅行吗 我都特意醒好架了 我还没你工作重要啊 你也知道 总裁就是会比较忙吗 那我们程序要多苦 我就问你一个 你就再给我点点食调 人生 其实没有第二次重来的机会 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 和爱我的人 和我爱的人 不留遗憾地 奔向我们书写的幸福结局 也不再倾斜 我忘了太多的情节 忘了在那个夏天 忘了眼泪哭火天 但那个心动的瞬间 那个消失的夏天 真的让我很怀念